所以這院長我好奇是說 假設美國如果我們覺得氣候變遷預算 那台灣可能加起來幾十億而已 你看環保署做這個東西沒多少錢 我不知道台灣有沒有辦法像拜登這樣 例如說我假設我們氣候變遷要一個1000億的預算 馬上一定你當過院長下面的人就說 沒錢我們這樣會舉債很高會被罵 真的可以擠出這麼多錢來做這種氣候變遷的問題 你如果看一下民進黨從幾年前蔡英文上任以後 那個前三建設那個錢的數字其實也不低 如果平均下1年有沒有1000億這個其實也很接近了 那另外其實我們現在勞保基金不是有個大窟窿嗎 其實也需要一年補1000億 那個我們我跟韓國瑜在搭配的時候 其實那個時候就準備一年要放500億了 這其中一個關鍵是這樣子 政府有沒有辦法這樣做 我覺得要很努力去做是有可能做到 但是這個其實會引起很大的政治壓力 這個時候需要什麼呢 需要我覺得民間的認知 就是說現在我覺得今天我們講這個題目 其實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也是希望我們的網友 我多了解現在氣候變遷的問題其實蠻嚴重的 排碳的問題蠻嚴重的 但是老實說現在我覺得類似這種 現在講穿了也只是一個文字遊戲 你可以編特別預算就不在那個舉在那個範圍裡面 其實都可以做 但是要讓民眾支持 一定要讓民眾有這個認知 那我覺得現在如果蔡英文真的有心 其實我們當然了解民進黨政府現在其實是有壓力的 因為你在2025年的時候那個再生能源只占20% 80%還是燃煤跟天然氣 這個時候其實排碳來講是很大的這個數字 所以要不要去真的宣導民眾這種排碳的問題的嚴重性 我覺得民進黨現在好像有點兩難 但是為了我們子孫的這種長期的這種福利 我覺得我們還是要面對現實 真的要開始讓我們民眾去多了解 所以彭博士你在我們這邊講一講 你在外面也要多找一些場合去講 我能夠講就講 但是我好奇就是院長 院長你在這四年期間你做過政委 做過部長做過副院長院長 氣候變遷的問題就以政府官員的角度來看的話 有選票嗎?會得到支持嗎? 還是說都是大家講的歸講大家覺得說 這是幹嘛?都比不上來一個莫拉克 會有這樣的問題嗎? 所以嘛 所以如果民眾沒有認知 那講這題目就沒有選票 講這題目沒有選票那就是到時候取高何掛 對不對?然後就是很辛苦很辛苦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一個機身探生劑的問題 一定是培養民眾的水準 讓他們接受這個題目的重要性 這個時候政治上面跟預算上面手段上面 就自然一關一關有辦法解了 對可是問題是說像你看那個蔡總統提到的 這個很多人批評說他這個是文青式的說法 全世界的目標就是台灣的目標 那我們在進行中 可是人家是已經進到說我宣誓我要做什麼了 所以這個gap 還蠻大的 對其實我覺得蔡總統講了說 全世界目標就是我們目標 我們會拭目以待說那你的action plan 在哪裡? 你剛剛講了嗎? 所以人家都是有經有步驟一步一步的 那你不能講完這句話就沒事啊 你一定要交代某個部會可能是環保署吧 要把這個從現在開始不管是哪一檔執政 到2050年之前我們的階段性目標跟手段 其實趕快規劃 這個才能看得出說他是玩真的玩假的 可是問題是說像做這件事情在台灣 是不是很不討好 就是說你做這個事情 你沒事又來管我了 然後你看我到時候你要收個碳稅 或是做什麼事情你造成我生活 我工作都要沒了 你還給我弄那個氣候變形而上的東西 又不會發生在我身上了 的確啊 所以你從政治的角度來講 現在做這個事情是我覺得非常辛苦 但是我覺得民進黨也要利用 他現在立法院裡面占多數 什麼事情幾乎黨藝可以貫徹下去 這個時候我當然批評他說 黨藝凌駕民意這個是不好的時候 可是你如果把這個黨藝可以執行貫徹的這種 發揮到一些正面議題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是他們真的是發揮的時候 就是他們看他怎麼想 所以這其實我是覺得是說 這個在台灣真的需要很大的改變 那我自己的感覺是 很像當了這個官員 就有時候就有一個難處 你不知道花這個錢有什麼樣的效益 然後我在猜有時候蔡總統為什麼那麼慢 他為什麼不跟別的國家一起喊 然後只是叫大家研究研究 這之後就可能就沒什麼結果 可能還在紙上談兵 對對對 因為後面的限制條件太多了 太多了 太多了 對對對 就是非常穩定感 大家不要緊張 那你不想跟別人說 你不想看 這太多了 我會想看